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大成早期经典中 般若类、华严类和法华类 还有一本经忘了需要单独介绍一下 就是《维摩节经》 就是这个阶段是一本特别值得单独说的经书 因为这本经从出家人的立场上看 是属于翻商作乱的经 就是我们说的 为了提升大成运动的核心队伍 在家居士在教内的地位 《维摩节经》这本书随缘出现了 《维摩节所说经》 是以《般若经》的空观思想为基础的 它产发诸法实相的甚深性 应该是在早期《般若经》后传出的 《维摩节所说经》 它应该传出的时间是在公元二世纪前后 就是公元一百多年 大致与法华经的年代是相同的 因为这本经书 《维摩节所说经》在龙树菩萨的大制度论里头 已经有引述了 说明它的传出时间相对的还不是比较早 在《维摩节经》中 除了佛陀外 另一中心人物就是维摩节居士 就我们唐朝有个诗人嘛 王维 这个就是这个维摩节 就取的这个维摩节的名字 经中相当多内容 是维摩节居士在佛陀加持下 代佛所说 代佛说法 就是我们说大成经典里有三种说法叫等说 什么叫等说 佛的说 代佛说 然后呢 说的说法 弃何意 弃佛意 这三种说法叫等说 就相当于佛说 就是维摩节在佛加持下 代佛说法也是为佛说 因此 这本经在大成思想中 占据着极为独特 甚至不可替代的位置 就是说 他为大成运动的主体人物 争取了宗教地位 维摩节居士 是佛陀在世时 费舍离城的长者 就是大夫人 佛陀当时住在费舍离城 就是那个大林经社 维摩节在佛加持下称病 借病之机 与佛派来问病之文殊师利菩萨 反复共论佛法 就是贬低小成 褒奖大成 弘扬大成的甚深微妙 广大之一理 所以此经叫做 维摩节所说之经 在维摩节经中 阐阳大成菩萨道的平等性 它不仅是意在 指普度一切众生意义上的平等 更意在普度众生的善知识 即老师的平等 意思是说什么呢 我们跟活佛 跟上师是平等的 不光是一般意义上平等 包括我们跟善知识的老师 是平等的 在原始佛教 与布派佛教时期 佛教是以出家众为核心的 呈现的是以阿罗汉 为僧团领袖 以宗教领袖 而大成兴起之后 菩萨道中 菩萨是以菩提心为本 他就趋于内在化了 趋于内在化的结果 就是菩萨行者的身份 就会模糊 在菩萨行方面 相当于在家群众 出家群众 就是出家僧人 相对于在家群众 就不再具有什么天然的殊胜地位了 或者说 出家修行的僧侣 和在家修行的居士 在大成佛教里 他俩本质是一样的 没有谁比谁强 包括教你知识的老师 跟你也是平等的 也不比你强 就是 唯摩洁所说经提出来的 这个就是 两下平等 甚至 他极力颂扬 居士 菩萨行者的功德 在华严经中 普贤行者 的代表 就是善才童子 五十三参访 参访的主要就是居士菩萨 而在唯摩洁经中 更主要包扬的居士 就是菩萨唯摩洁 这个唯摩洁 作为大妇人 长者 纵横于商界 出入于宫廷 就是当代的 活马云 活李嘉诚 活王健林 虽然在世间 而不为世间缩染 境界远超出家人 的代表 就是阿罗汉 就是他的境界 已经超过阿罗汉了 而与文殊菩萨平等 实际表征了 佛陀境界 那这一下就把 在家中的地位 拔得非常的高了 这本 《唯摩洁经》 刻意的压制了 出家僧侣的领袖 阿罗汉 而抬高了 在家居士的领袖 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带有对当时 佛教乱象的一种对峙意义 因为原始佛教 和布派佛教期间 强调的都是 出家僧侣的地位 脱离大众与社会 这样其实给佛教的 普遍就变载传洪化 和度化带来了障碍 因此 抬高在家修行居士的地位 说明在家修行 与出家修行 无二无别 只是外向上的差别 其根本目的在于 高阳大成的智慧境界 和慈悲精神 可以说 就是我们说 刚才忘了这本经 就是这本 《维摩节经》的出现 在传法历史上 是革命性的 它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这个这本经书 对大成佛教 通过居士群体 在社会上广泛的弘扬起来 起了巨大的 肯定性的作用 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让居士群体 在大成运动中 成为了主力军 甚至可以说 正是这本经书 鼓舞了居士 让这个大成运动 更加的波澜壮阔 也暗含着建立一个 更广泛意义上的 菩萨僧团的可能 以前那僧团 顶多是阿罗汉僧团 出家人 现在一个更广泛 统一战线就成为了可能 我们在家居士 也可能成为菩萨 成为菩萨僧团中的一员 不光是在鼓动性上 就是这种革命的 鼓动性上 维摩结晶值得一提 单纯从理论上 维摩结晶也非常值得一说 它特别的贴近群众 从现代宣传学角度来讲 维摩结晶相当的进步 它简化了传播口号 让传播起来更方便 更具有力量 对吧 你传播一本《华严经》多难 那谁看得懂 维摩结晶 它就把所有的毅力 口号化了 它的基本交易是 通过般若的思想的空 而达到第一亿 第一亿 一切法都如幻如化 种种差别都不可得 所谓无助 即一切法以无助为本 而无助则无本 那就全部把这些 这个理论口号化了 后来中国的禅宗 也延续了这个口号 就无助生心 这样 无助则无本 就进入了无二之门 进入了第一亿 这就是该经中著名的 不二之门 实际就是无二之门 就是它特别有鼓动性 理论特别有这个简约性 力量性 口号就是方便传播 有力量 有鼓舞性 在维摩洁经中显示了菩萨行的广大性与方便性 只要你住于第一亿而不动 就可以一切法为方便 广行菩萨道 什么意思 甚至可以行非道 而达到佛道 这个事就夸张了 就是你只要住于第一亿不动 你干什么都行 都可以视为方便法 广行菩萨道 甚至行非道 这个话说大了就 而达到佛道 提出来所谓不离烦恼而得不提 不离生死而得涅槃 那这个这就太好了 这就太方便了 在此意义上 维摩洁经就提出了菩萨行的基本指导思想 叫做制度菩萨母 方便以为父 就是说所有的事只要住于第一 一切以方便为上 但这个理论在后世受到了很大的非难 因为它确实会引来很大的坏处 就是因为这个 制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 它还有一句对应的话 叫什么 叫慈悲生祸害 方便出下流 对吧 你一方便了 你确实容易出下流 作为大成经 维摩洁经 它也涉及到了净土 但是维摩洁经涉及的净土 和净土宗的净土 不是一样的 维摩洁经涉及的净土 是我们禅宗推崇的那种净土 叫维心净土 因为一切法无二无别 所以本质清净 而外向上有净染差别 只有外向有差别 内在心没有差别 都是清净的本性 只是依据内在心的差别 维摩洁经谈到 心净不仅众生净 而且所依佛土亦清净 若菩萨欲得净土 当净其心 随其心净 则佛土净 所以维摩洁经史的净土 它不是一个外在净土 它是一个内在的 内心净的呈现 心净者 在在处处 都是净土 就是维摩洁经提的 就叫维心净土 不是外在净土 如果面对付了 然后维摩洁经理 我们在麻煩洁经理